就可以被合理化吗 这完全一样吗 事实上包括韩国瑜自己都拿国外很多人的例子来自圆其说 那么你不要忘记陈局当年他是辞职的 辞职北上街总统府的秘书长 然后还有包括朱立伦也是当到第二任 所以才去选总统 虽然新北市民虽然给他的一个教训 但问题是至少都到第二任 然后李秀莲也是第二任 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任是补选 因为发生了刘邦友官邸选案 所以他补选上去了以后的第二任 才去等于说担任副总统 那么其实韩国瑜为什么市长在有跟没有之间 因为很简单 人家在咨询民进党的议员在咨询 高雄市的局处首长相关的负责的到底 动用国家机器 到底是有没有追踪器 他回答了一个有跟没有之间 所以才会人家才会讽刺说 那么你这个市长是有跟没有之间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理论上高雄应该有指定 不过这个指定做不十九个月 马上青到三九个月 哪好要去选自己的选总统就对了 那么我觉得对278万的高雄市民是不公平的 那么对今天要审1400多亿的这个总预算 非常重要 重中之重 而且是韩国瑜自己编的 亲自编的第一笔的总预算 结果你人不得了 所以对这些高雄市民来讲 对高雄市议员来讲 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他们的心声 哎呀不得了这个振兆不高 我们的市长亚跑到哪里去了 快点走一走快点走一走 原来他偷偷跑去选总统去了 就是这样嘛 就是这样啊 不是吗 高雄市民你们选出来八十九万票 我问你八十九万票 这些人你都是攀了吗 选一个人 让他2677万对吧 现在他老跑 不让人更选啊 算输他才能回来哦 算没输再见 他不去做通话了 所以呢 昨天韩国瑜在面对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吗 他在混淆嘛 他说我依法 依法请假 专心打选战 然后他说 现在两个政党的候选人打选战 一个又领薪水 一个没有领薪水 还一天到晚被民进党的 高雄市议会党部修理 他希望高雄市议会的议员 能够全力支持 高雄今年的总预算 奇怪 那你应该到现场去 去请大家支持你哦 然后呢 他现在专心请假 依法请假 然后呢 专心打选战 还特别再讲一遍 而且我没有领任何薪水 哦 很委屈的 哦 好像 大家对委不可以呢 好像 这个蔡英文总统也应该要请假 他现在没有领薪水了哦 之前不是还说他有有薪假可以请吗 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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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有薪假 他有薪假不够 所以他要 所以他要请假 请假当然就没薪水嘛 现在在搞什么东西啊 现在在搞这个等于说啊 混淆四梯的方式 蔡英文是总统呢 蔡英文一天是总统 英文是总统 我说坦白了啦 人家不是像你呢 不是像你人情历牌 说可以 啊不然人家就算耶 没关系啊 所以呢 两个事情是 帝国道太多 但是他现在就可以 自圆其说自己的一个说法嘛 是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就是你的矛盾啊 因为你又想要算 又怕人说话 现在总咨询对吧 又不敢去 然后总预算又不敢捍卫 然后要让人家 让你通过 国民党的议员在骂民进党的议员 说是作秀 那你们这个国民党的议员 不是在护航吗 你们刚才去高雄市 去起民算力的 和算这个韩国瑜做总统 做起定位的人吗 对吧 所以他要去算总统 那也就选择啦 明年1月11号 高雄人会用 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选票 来看看是肯定韩国瑜 你真好 最好一样 要算高雄起定位的人 大家都这样做 做 没有19位大家都去选总统 最好 你对高雄最好 还有你们都不记得 韩国瑜他再强调 他说 他本来是 或出去人进来高雄 花大财嘛 那么他现在说 因为高雄的这个债务太深 所以他要做总统 他靠我头 改革高雄的债务嘛 这是他的说法嘛 那以后大家都这样就好了 我说担败的啊 那如果是这样 要不要干脆 高雄的总预算 就全部通通都退回 冻结两个月 然后等到一月十一号 又再来 更好玩 还有韩国瑜说 他什么的副市長 都做个副市長 还是做贵部长的啦 所以都OK 告诉他们就好 你都不用市长了 他要选副市长就好 他都不用选市长了 我说真的吗 你现在也不用叫他来选总统啊 反正他也是说 他都带到副总统就好 拿着马尔祭司来算 他都带到副总统 带到行政一定就不用总统了 是不是 这意思 所以韩国瑜没有办法 自圆其中 现在陷入自己所设的泥垃里面 还要拖五岁 人家拖拖 等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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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就不反攻自行 等会说 因为你没有办法 我就走我来 看我 德龙旺术 就是这样嘛 好 罗伟源 那真的是如此吗 现在连这个自由时报 都说韩国瑜是用一种痞子打法 就是说反正 韩国瑜不在选总统 他是在跑给你追 就搞游戏 其实把绿营考得皮鱼奔命 比如说他之前先是把白白胖胖拿出来炒 所以有些人就说 其实蔡英文你不要回应 不然你回应了之后 你的记者会大家就记得白白胖胖什么 然后像今天他昨天讲了说 你看我有请假 我没有钱 他没有请假他再领钱 所以说实话 民长是不是掉进你们韩国瑜的陷阱里面了 是不是这样 我是认为 我是认为说 韩国瑜 他应该假如说在总预算的审查当中 他应该消假去议会里面 去为他的那个 尊重的预算护航 一天 那尤其韩国瑜他本身 他的口才各方面都不错 你应该把这些议员 这样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担担回去 那不是能够跟 就加分了 对他来讲的话是好的 其实高雄这些市议员要感谢韩国瑜 没有韩国瑜的话 他们的知名度没有这么高 不会那个 你说到底这一眼有没有作秀 比如说你刚刚那个高敏林一眼 他问说 你们这些首长 你们对韩国瑜满意还是不满意 善加共 对吗 你今天坦白讲 要满意啊 对 不然你今天坦白讲 你如果满意也是较给你 你说不满意吗 有韩国瑜吗 所以为什么 他问他说 有没有那个追踪器 他说在有跟没有之间 因为你去逼官员 去讲这种东西有意义吗 你应该问官员说 你这议算你怎么变呢 你怎么来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 这样用在自己的专业上 就比如说 以前我们在立法院 为什么很多官员怕我 因为我就是 就事顺势嘛 你那议算 你编得合不合理吧 那你今天你的议员也是这样嘛 你说 我跟他说 你满意不满意 一看也知道他在作秀 那些人都要跟你谈 人家终于没可能谈嘛 那韩国瑜来讲 当然你今天韩国瑜 他不到议会 大家要谴责他 骂他 那你看看 以前賴清德也不到议会去啊 賴清德他说 哎呀 因为他说 那个 因为那个李全教 有涉及那个什么 什么买票慧玄 所以他要抵制李全教 可是他不知道 但我记得现场的来宾 其实当时有质疑他 有好几位应该有质疑他 其实 有没有质疑 有有有 有有 就没有质疑啦 我有质疑啦 那你今天你看嘛 我有质疑 我还批评过他 因为你 你这个都是不好的示范啦 就说 以后我们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们去拖几个 比较的 我们来比较 所以 这个人 这个人要参总统 欢迎 賴清德他要参总统 他这也会跟他说 但是他现在不会参 现在是韩国瑜要参 对吗 不然他可能要参总统就也会跟他说 所以 但是他如果真的 是我们再来说 所以 我现在这些人就是 对 所以我是说 这样其实都是不好的示范啦 这个真的是 对市民没办法交代 很不负责任嘛 那些韩国瑜 当然 我们现在碰到了 就是说 好像就是颠覆了所有台湾的 好像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 总统候选人的一个 一个选举方式嘛 大家认为说 那个好像总统 那个你讲话的话 他要很严谨 要很那个 不能够讲一些那个天马行空 可是我们从最近的民调看出来 韩国瑜虽然讲错很多话 可是他的民调并没有 并没有掉 不能再掉了 他的很多的民调也都上升嘛 哪有上升 有啦有上升啦 就跟他跟那个蔡英文的距离 两个人的距离 有 你可以讲苹果是不是 有啦 不 苹果高 绿党的 绿党的也一样 现在差距时升 那个各位数嘛 就是说有拉近嘛 其实现在韩国瑜他用词不当 我也公开讲 韩国瑜不应该用词 可是大家 当韩国瑜抛出他这个话的时候 大家会想出说 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在讲什么 虽然他没有讲得很清楚 可是经过韩国瑜 很多发言人 他很多人帮他 解释清楚的话 大家都在想到说 哦 民政党外来是这样的 譬如说他在说 白白胖胖 要来说 对吧 你虽然说他后来 大家都解释说 哎呀 他要把那些人指出来 那个什么郑文燦啊 什么啊 又说一说 哦 你帮他护航 就说哦 你国民党里面 很多白白胖胖 可是大家要去讲 这个本质是什么 有人说 是不是白白胖胖的肥猫 这肥猫 以前国民党 给你罵说肥猫 说你都安插自己的亲信 都是蓝色的钱贵 可是后来老百姓会想说 啊 现在什么蓝色的钱贵 现在绿色的钱贵 比国民党以前还要严重 啊 该插的都插 也就是说 当你民进党一上任以后 你说的位置 你说怎样 填好填满 你都没有一个位置 可以那个 说好塑满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 但是我们其实等一下要讲的是说 这个位置就是在那里 就算放国民党执政 国民党能到说位置空在那里 不放人吗 国民党会把位置给民进党的 不是啊 因为你 有国民党有很多位 国民党当时 马英党在的时候 有很多位置也是给民进党 有啊 包括很多监委 那时候提名的时候 那是因为有任期的关系 在我们节目当中 讲过很多次 就是什么仇雍 然后白白胖胖 所以说我们话题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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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